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章的第二个部分 把握票据以外其他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那先来看一下这一部分考试的基本情况 看表,从表格当中我们会悲惨的发现 这一部分又是分值波动巨大的一个部分 大家会看到分值低的时候只有四分 但分值高的时候又高达十三分之多 因为咱们这一部分内容 它也是完全可以独立形成不定向选择题的 好,那这种分值波动这么大的情况 是2021年考试的一个特殊情况吗? 不是的,咱们最近这些年 第三章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出题态势 一直第三章就是我们全书八个章节当中 出题情况最不稳定的一章 咱实话实说 按第三章这种出题态势来讲 咱们经济法基础压根就不是一百分满分 备考复习角度来讲 恐怕是一百一十分满分 同学们要在这一百一十分当中 努力去奋斗六十六分的过关分数的吗? 您琢磨一下是不是 分值波动这么巨大 作为我考生来讲 我没有办法压榜说 我上了考场一定抽中卷五 那要万一抽中卷一怎么办? 所以我复习的时候 谨慎角度只有把第三章 两个部分都当成十分以上 比较重要的内容去踏实把握了 那第三章两个部分 备考复习要都得当成十分以上来对待的话 备考复习角度 这张卷子满分不就得一百一十分 所以咱们一定要知道 第三章它就是这样一个考试出体的态势的 这是一个客观情况 作为考生无力改变 只有踏踏实实的接受这个现实 踏踏实实两个部分都付出足够的精力 把它把握清楚 那两个部分我都把握清楚 上了考场我就不怕出体老师了 不管你丢过来哪个盲盒 我都是不动声色打开 不动声色解决掉 别想吓唬我 这是这一部分的考试情况 对于我们第三章这种分值波动巨大的情况 大家一定是要有心理准备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部分的单元架构 第三章的第二个部分 一共是四个并列的单元 首先第一单元叫银行结算账户 按往年考试的情况 这个单元的分值相对是比较高的 并且这个单元的内容完全可以独立形成不定向选择题 或者和票据法律制度结合在一起 占半道大体的分值道 今年我们考点变化不大 主要是新增了两个小内容 首先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人当中 新增了一类开户人叫境外机构 其次新增了单位账户和个人账户的 可疑交易的识别和处理 好 这是第一单元 未来咱们多花点时间精力关注好 至于第二单元结算方式 我们原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考点 叫国内信用证 今年呢 被删除考试范围之外了 所以剩下来的会对委托收款都不太重要的 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提 有提的话最多是一个小题目 所以第二单元我们做基本把握基本了解就可以 那第三单元银行卡非常重要 咱这么来说 要说最近十年考试情况的话 应该是第一单元更重要 但是说最近三年考试情况的话 恐怕是第三单元的地位更高一些 起码都会亚于第一单元的 最近这些年 银行卡这单元里头新的内容比较多 何况今年我们第三单元 有比较重要的新增内容 大家看到两个删除不提了 但是新增了条码支付 那条码支付的问题 小题当然可考 关键是我们要做好应对大题的准备 也就说第三单元这里 完全可以以银行为主体 首先可以考银行卡本身的一系列规定 大家要是了解过我们这部分内容的话 应该会知道银行卡当中信用卡 就信用卡本身就构出一道大题了 所以首先肯定可以考银行卡本身的规定的 紧接着还可以考收担业务 紧接着可以考今年新的条码支付的问题 所以第三单元这要做好充分的应对不定向选择题的准备的 当然咱们今年这个条码支付收担业务的问题 不仅仅可以以银行为主体来考察 也可以以支付机构为主体来设计不定向选择题 今年咱们第四单元叫支付机构非现金支付业务 那么这个单元今年新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首先这些新增的什么支付账户的使用要求 支付账户的实名制管理 支付机构交易验证两类预付卡的金管要求 这些新增的点本身就可以形成小题目 其次以支付机构为主体 考今年几个新增点 考收担业务考条码支付 一道大题就出来了 我们收担业务和条码支付 银行和支付机构执行同一套金管规则来的嘛 所以第三第四单元都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大题的准备的 那既然四个单元当中有三个单元都有可能独立形成不定向选择题 那这种分值波动巨大的情况其实也并不奇怪咯 好这是我们谈到的咱们第三章第二部分的一个单元架构 那接下来先进入第一单元银行结算账户 银行结算账户不仅分值高考点也多 大家看到一共是九个考点 首先认识账户的概念和种类 最后把握银行结算账户的管理 那中间部分肯定是核心部分 那我们对着中间部分这个框架图 希望大家首先知道 咱们银行结算账户有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和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之分 所以大家会看到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那么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当中 我们首先单位也许是个企业 单位也许是吃财政饭的预算单位 单位也许不吃财政饭 但是他也不属于企业 比如说什么什么基金会 某些基金会他不叫企业吧 另外呢他也不吃财政饭 最起码单位这里我们可以做出这种三个层次的区分 好那如果这样讲 大家还感觉到有一点点抽象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特别建议大家 您回顾一下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讲过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叫法律关系主体的种类 给了大家一个表格 说咱们国家法律关系主体的种类 区分为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 还有国家 国家抛开不讲 个人不就是我们第一个分类自然人吗 然后中间的 法人非法人组织 实际上就是单位呀 那么单位当中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区分 又可以把它分为企业 企业里头 你比如说公司这是盈利法人 企业里头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这是非法人组织 好 然后我们在法人这里 除了盈利法人之外 会有非立法人 你比如说事业单位 会有特别法人 你比如说机关单位 那么很多的事业单位 全部的机关单位吃财政饭 预算单位的问题 当然我们有一些非盈利法人 比如说什么什么基金会 什么什么社会团体 他既不是企业 也不吃财政饭 属于第三类单位 好 那在这里 首先大家对主体角度 咱们可以分成 企业银行结算账户 预算单位 联合与国账户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先有一个把握 最主要是把单位这个词 大家把思路给它打开 至于说 企业银行结算账户里面 我们会先谈总数 再谈具体要求 后续再说了 好 银行结算账户有本地的 也有可能去异地开利 好 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个考点 谈到银行结算账户的概念和种类 那概念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看清楚 我们讲的并不是银行账户 嗯 在座很多同学脑袋里面想的是银行账户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你就把最重要的两个字给拉了 我这讲的是银行结算账户 银行账户 它有可能是个储蓄账户的吗 你要是储蓄账户 目的主要是储蓄 所以它很有可能是个定期的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也有活期的储蓄账户存在 但是储蓄我们甚至会说到强制储蓄 所以储蓄账户有很多的定期存款账户存在 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 可是我这不是讲储蓄账户 是讲结算账户 结算的话 资金是要进进出出的 所以结算账户的性质 必须是一个活期账户 好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内容我们就解决掉了 紧接着 我们对银行结算账户 不是银行账户 是银行结算账户 做三个层次的分类 第一个 从主体讲度 可以区分为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看到单位两个字的时候 脑袋里有没有分出三个差 企业 预算单位 第三类单位 既不是企业也不是预算单位的 最起码是这三个差 还有个人 好 这是要求大家必须对单位这个概念 有这种三个方向分类 这样一个 一个尝试吧 好 往下走 讲到这个账户 是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还是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时候 有一个主体很尴尬 个体工商户 个体工商户 你说它性质上属于什么呢 民法典是把它归入了自然人的序列的 我们把它叫做商自然人 从事商事活动的自然人 简称商自然人 那么这种商自然人 他去开银行结算账户 那这个账户做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对待呢 还是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对待呢 嗯 那我们关键看什么 关键看开户的时候 掏什么证件去开户 如果是掏个人身份证件去开户 个人银行结算账户 如果是掏营业执照去开户的 叫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好 大家一定清楚 咱们个体工商户手上 其实是可以有一大把账户的 不是说我一个个体工商户对应一个账户 不是这个概念的 我个体工商户手上 其实是可以有一把账户的 那么这一把账户 分开看 这个是拿身份证开的个人账户 那么去银行办事的时候 你要在这个账户上 进进出出办一些事情 走对私柜台 那要这个账户 它是拿营业执照去开的 这就是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那应该走对工柜台 所以都是我这个个体工商户 都是我手上的账户 性质不一样 走的柜台都不一样 你要走到对工柜台 办这个个人账户的事情 办不了 好 那这个是 盯清楚的 拿证件 什么证件 决定了这个银行结算账户的性质 那在这里 给大家出个脑筋击转弯 出帝老师谈到 有一个个体工商户 刘一首 以他的姓名 刘一首 开立了银行结算账户 请问 这个银行结算账户 它是个人的银行结算账户 还是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对工的还对似的 以姓名去开立 坑挖哪了呢 大家要知道 个体工商户 哪怕它凭营业执照 开立账户 它也不见得 就是以字号开立的 完全可以 没有字号 你说我开个摊子 卖猪肉 我为什么要起个字号 您生活当中找找 市场上那些 什么卖猪肉 卖白菜的小摊贩 他们完全可以没有字号的 所以哪怕 我有营业执照 但是我没有字号 我完全开 单位账户的时候 是可以以我经者 个人的性能开立的 所以这道脑筋急转弯 其实希望大家高度关注 在这个点上 要么就不出题 要出题的话 一定是看清楚 我不论你谁的名字开的 论的是当初开户的时候 你拍到银行柜台上的 是身份证 还是营业执照 所以看的是证件 而不是看 这个户 户主是不是叫刘一首 好 不多说了 这是第二个 好 紧接着第三个 其实所谓的第三个 是第二层次的分类 对不对 很简单 账户一般应该在 注册地住所地开立 也就本地开立 但是有特殊需要 完全可以一地开立 过 第四 也就是第三层次的分类 对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进行分类 那提到单位 我们知道三个差 首先呢 有预算单位 那主要是领域和账户 其次 有预算单位以外的一般单位 现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也许是企业 也许是什么XX基金会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层次的区分 其实是从主体角度 去进行区分的 开户人身份角度 虽然我们都是单位 但是我们是不同种类的单位 那紧接着 这个一般单位 我们又可以从用途角度 把它的银行结算账户 区分为四类 第一类叫基本存款账户 基本存款账户 我把它比方为是这个单位的大抽屉 那么这个单位的日常资金收复结算 都是通过这个大抽屉来完成的 基本存款账户 紧接着单位 它可以有一般存款账户 我把它叫做小抽屉 小抽屉一般是满足专门的需求的 大抽屉是什么都可以往里走 小抽屉是每一个小抽屉 都有自己的特殊用途 那么一般存款账户 它主要是满足借款需求来的 我们在工商银行开的户 然后我现在需要去建行借款 那我会在建行开一般存款账户 建行把钱发到这个一般存款账户里 未来我还钱的时候 钱打进一般存款账户建行扣增 所以一般存款账户是满足借款需求的 那专用存款账户就简单了 我们有一些专款专用的需求 会有专用存款账户 还有一些临时需求 可以通过临时存款账户来满足 一个大抽屉加三个小抽屉 一共是四个抽屉 按照用途不同 是多功能的 还是专门满足借款的 专门满足专款专用需求的 临时需求的 按用途区分为这四类 好那倒回去 预算单位就聊一个零余额账户 那这个零余额账户是用来干嘛的 在小方框当中做了一个小解释 那么这个小解释是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从零余额账户的用途上来讲 它首先有可能是基本存款账户 也就是有可能是这个预算单位的大抽屉 啥啥钱都要往这走 主要是预算单位从来就没有基本户 或者以前有因为改革被撤销了 那这个零余额账户就要做基本户来对待 但有些预算单位 它已经有独立的基本户了 那么这个零余额账户 就变成是预算单位的专用存款账户来处理了 好要么基本户 要么专用存款账户 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小细节 我们一般单位的账户 是要跟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打交道 你甭管后面我们讲到备案还是核准 主要是跟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打交道 但是预算单位联合额账户 它会主要跟财政部门打交道 好这是我们谈到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往下的细致分类 好那第一个点我们就给大家聊到这 第二题目的话很简单 银行结算账户有活期的有定期的 当然打差了只有活期的 二按用途可以把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分为什么 一般的专用的基本的还有零时的 预算单位联合额账户 它要么是个基本户 预算单位有基本户的情况下 零用额账户就转为专用户 那这个预算单位零额账户这样泛泛的一说 不属于从用途角度 来回来看这个图 预算单位的还是一般单位 自从主体角度分类 你到底是基本的 一般的 专用的 临时的 这个才是用途角度的分类 所以这个题我们选择的是ACD 三个选项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企业银行结算账户部分 那这一部分 咱们是从第二个考点到第五个考点 这几个考点可以区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我们要把握企业银行结算账户 在开立 变更 撤销方面的总体要求 然后企业银行结算账户 咱们一共是四类 那么这四类账户 在开立 在实用方面 有哪些具体要求 也要给大家对比着 来进行讲述的 好 那接下来 我们首先来看的是 企业银行结算账户 开立方面的总体要求 那这个考点非常重要 首先来把握的是 核准制与备案制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咱们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哪些是备案制的 哪些是核准制的 首先分清楚 好 这个点 我们最近这几年 一直都有小题目 单选多选在这里出现 邓大两眼看清楚 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哪些是核准的 哪些是备案的 首先 如果这个单位是企业 企业的银行结算账户 包括 基本存款账户 一般存款账户 专用存款账户 临时存款账户 全部实行 备案制 这个是前两年的一个新规定 所以最近这些年关注的特别多 企业四个抽屉 现在都是备案制就可以的 不需要经过核准 但是并不是所有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都实行备案制 好 为什么前面一直要求大家区分 单位和企业两个概念呢 就是这个地方太容易毁了 我们讲的是 企业的四个抽屉 都备案制 但企业并不是所有的单位呀 还有预算单位吧 还有既不是企业 也不是预算单位的那种单位吧 好 所以并不是所有单位的银行结算账户 都是备案制的 好 那我们紧接着看 还有哪些是核准制的吗 首先 预算单位的专用存款账户 它是核准制的 其次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在境内从事证券投资开立的 人民币特殊账户 人民币结算资金账户 是核准制的 那这个账户 实物当中是比较喜欢 给它简称为QF账户 但是 我们初级教材没有这个简称 所以考试就不可能 直接来个选项说QF账户 那选项当中要是把圈二当中这么长的一个名字都写进去 我又觉得它长得不太像选项 所以圈二这个账户应该是不太会在考试当中出现的 做个简单把握就行 然后往下走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 开立 基本存款账户是需要核准的 开立 临时存款账户 除非是验资账户 否则也是需要核准的 好 看着有点懵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 那 我们如果是预算单位 主要考虑预算单位专要存款账户核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其他单位 您主要放在既不是企业 又不是预算单位的那种所谓的基金会的角度来考虑 那第三类单位 它的基本户是核准的 它的一般户呢 这媒体 媒体它就是备案制 实际上一般户 我们早就所有的一般户都备案制了 所以在这儿有隐藏在后面的文字 你得知道 一般户是备案了的 然后还有专用存款账户吧 专用存款账户 它要是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QFID账户 它得核准 除此它就是备案的呀 对不对 那临时存款账户 验资账户是备案的 但除了验资账户的临时存款账户 它是核准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您稍微渗一下 因为最后这句话 它隐含到背后的意思比较多 企业是四个抽屉都备案 但是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呢 基本户是核准的 一般户备案 专用户有两类是核准的 剩下的是备案的 然后临时户是除了验资是备案 其他临时户是核准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一页PPT 有这个PPT以外的含义 需要大家去把握 好 那针对这一页PPT 我们最近这两年考虑是比较多的 首先 下列存款人 21年9月份 在银行开立 基本存款账户 无需核发开户许可证 什么叫做 无需核发开户许可证呢 言外滋意是 实行备案制 待会儿大家看 咱们基本的程序就知道了 你要是备案制的 它是先开户后备案 你要核准制的 是先经过批准 然后再开户 那现在这个提问 无需核发开户许可证 那就是实行备案制的有呗 四个选项里 哪个是备案制的 大家看一下 世间局 这是特别法人 特别法人 开基本户 要考虑 这是核准的 然后人民医院 这是公立医院 事业单位 那基本户也是核准的 居民委员会 基本户也是核准的 只有企业 乙公司 这是一个企业 它的基本户是备案制的 所以这个题选择必选下 如果你还觉得有一点点火的话 我就给了大家一个总结一下 做刚才的那个题 他说基本户哪些备案 哪些核准 要是企业 企业包括企业法人 非企业法人 个体工商户 都是备案的 除了企业以外的 不管你是事监局 公安局 还是非营利法人 比如说公立医院 公立大学 它的基本户是核准的 好 所以这个小图 大家一定把握好 再来一个题 21年9月 申请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下列情形 需要中国人民行核准的 考核准的 那么第一个 基本户 那刚刚讲过 企业的话就备案 非企业的话就核准 那这是公司 公司应该是实行备案制 紧接着一般户 我们前面给大家解释过 所有的一般户 它都是备案制的 不管它的开户主体是谁 那紧接着专用存款账户 我们讲两类专用存款账户核准 预算单位专用存款 以及QFID账户 这是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实行核准制 那这个题就要选C了 D选项 丁公司申请开立临时存款账户 企业开立的 所有账户都备案了 所以不管你是基本户 还是临时户 还是一般户 专用户 只要主体是一家企业的话 都是备案制的 所以这个是不用核准 那如果是丁预算单位 开立是临时存款账户呢 只要不是验知户 这个是要经过核准的 好 所以这个题我们选C选项 那第二个总结一下这个小图 就是我们第二个例题解题的一个关键 大家看到 基本户主要看企业非企业 一般负100%备案 专用户是预算单位专用和QFID 是核准的剩下的备案 临时户是企业被案 企业以外 那除验知户应该核准 好 这两个总结一下的小图 大家把握清楚 要需要巩固记忆一下 因为这块内容 咱们这两个例题都是题库里很常见的题目的 好 那接下去开户流程 可能刚刚同学们还在想 什么叫做备案制 什么叫做核准制 开户流程这里 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是先开户后备案 就说这个账户是实行备案制 大家会看到 备案制下 存款人士直接向商业银行申请开户 那商业银行审查符合条件 就办理开户手续了 我假公司 我去楼下的工商银行 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话 去了各种材料看一下没毛病 工商银行就可以拍板 给你开户 他就能拍板了 拍完板之后 再去账户系统里报备 报完备了 因为我这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对不对 报完备了 他会给我一个基本存款账户的编号 这个东西很重要 咱们这个实习生们去了新单位 说他这么多一张纸 上面写着基本存款账户编号 这张纸很重要的 日后开什么一般存款账户等等 都会需要有这个基本存款账户编号的 然后还会给你打印一张比较正式的纸 叫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和存款人查询密码 交给企业 这个是先开户 然后去备案去获得一个编号和相应的信息密码 那核准制呢 像预算单位要开立专用存款账户 那我们应该是找商业银行提出申请 申请了之后 商业银行是不能当场拍板给你开户的 他要看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的脸色 他要是核发了开户许可重了 那好 开户许可重那边人民银行给我了 那我这边商业银行工商银行 才给具体的单位办理开户手续 所以如果是实行核准制的账户 他是要经过核准之后 商业银行才能给办理开户手续的 那对着这些PPT 我问一个脑筋急转弯 现在新设立的公司 有没有基本存款账户的开户许可重 22年1月份新设立一家公司 那么他会不会有一张所谓的基本存款账户的开户许可重 没有 人是备案制了 现在企业所有账户都是备案制了 基本户也是备案制了 所以不会有开户许可重 只会有一个基本存款账户编号 只有那种实行核准制的 才会有开户许可重 那可能我说到这儿 有些老会计要举手 我们单位有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重 那是因为你们单位是老单位 当时基本存款账户还是核准制 所以发了开户许可重 现在没有了 现在只有一编号了 那你那老单位的开户许可重 下回等到什么所谓的换发的时间点 就给你收回来了 你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好 话题收回来 备案的话是先开户后备案 核准制账户的话 它是先核准 然后由商业银行再给开户 不一样 好 那紧接着 紧接着办理付款业务的时间 是这个点上第二个突出的点 我们讲刚才给大家举了两个例题的 各类账户各类主体 它的到底实行核准制还是备案制的问题 这是最近这些年参考的点 最近这些年参考的 还有这个付款业务开始办理的时间 看好 企业银行结算账户 它是开立就可以办理收付款业务 如果你是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 那么是开立之日起三个工作日之后 才能办理付款业务 除非这是注册验制账户转为基本户 或者应借款转成开立一般户 好 以前可能是后面那个但后面的特殊情况比较重要 现在不是 现在你给我看清楚 企业是开户当天就可以收和付了 可以付了当天就可以 非企业的才需要开立之日起 加三个工作日开始办理付款业务 那么这个正式开立 核准类账户是核准日期 备案类账户就是银行拍板给他开户的时间 扩二三做个简单了解 那判断题 说企业银行结算账户 开立就可以办理收付款业务 这是正确的 如果改成企业以外其他单位 那是开立之起 三个工作日后才能办理付款业务 收是马上可以收 付要三个工作日之后 关键那是非企业 咱们这个题是什么 是企业 注意把握好 好 那说了这么多 其实只解决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 到底是核准还是备案 紧接着申请开立企业银行结算账户的具体细节 我可以预见到 大家进入到这一部分之后 得有多么烦 里头都是很具体的一些手续 但是还是希望我们关注 因为最近这些年 在这个开户的具体细节上考的特别多 小题目特别多 那我们首先 申请企业银行结算账户 当然得去银行填一个开户申请书 那么开户申请书上 加盖单位的公章 法定代表人获取授权代理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后面这个好说 关键是这个加盖公章 开户申请书上 只能用公章 不能用财务章 人事章 合同专用章 听出味儿来了吗 我们票据那会儿 可是给大家强调说 公章也行 财务章也行 对不对 但是 你要申请开户的 这个申请书上 只能加盖公章 不谈财务章的 这个地方就是公章 然后存款人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上级法人主管单位的 那么应该在申请书上 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有关联企业的 要填写关联企业冬计表 这个简单了解 盖公章 以及自然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那么开户的时候 要带什么证件 什么手续去呢 基本证明文件 要高度关注 这个不是最近几年考 是考试历史上就一直在考 先申请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按规定交申请书之外 出具下列开户证明文件 对申请书所类事项 开户证明文件的真实性 有效性要负责 带什么东西去 第一 把营业执照带上 第二 法定代表人 或者单位负责人的 有效身份证件 你是小办事员 对不对 把老总的身份证带上 还得带上它 授权你的授权术 和你自个儿的 有效身份证件 所以最起码是这三个 出门办事揣个包 起码大家杀 一 营业执照 二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件 三 你是小办事员 你得有授权书和你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 这个地方是反复有多项选择题 或者是不定项选择题当中的一小题来出现的 紧接着 如果你开的不是基本户 你是一般户专用户临时户 你是小抽屉 我们知道大抽屉和小抽屉之间 它是会有一个资金归结的关系的 最后在撤销账户的时候 要把小抽屉的钱全部都转进到大抽屉里头 然后最后才能把这个大抽屉给撤销掉的 所以如果你开的是小抽屉 要提供这个大抽屉的存款账户的编号 这样小抽屉和大抽屉之间才有可能建立关联 对不对 这是第一 所以开基本存款账户的时候 给大家打的那个条 写基本存款账户编号很重要 那如果你是开一般存款账户 这是满足借款需求的 得提供 你有这个小 用这个小抽屉需求的证明嘛 要是专用存款账户的 那就是提供这项专项资金的主管部门批文的开户证明 要开临时存款账户的 那可能就是同意设立临时机构的证明 或者是其他的法定证明文件 那后面这几个 看看就可以了 意思是 这小抽屉是为什么开的 你得提供相关证明结束了 关键是得有基本存款账户编号 讲的是企业 好 记下去 银行对存款人的开户申请书 有关事项进行认真审查 有关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规性要进行认真审查 那如果审查没有问题 等于这里有一句话没说 审查没有问题 就现在看一下这个账户是备案制的 直接开 然后去备案 要核准制的 我就送中国人民行当地分支行 看他给不给许可证 给了 我再来给他开户 是不是这个过程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这个 银行审查业务 好 那往下走 备案制的 当场就可以给开户了 核准制的 要去核准回来之后再开户 但只要我们在拍板开户的时候 商业银行和这个企业是要签一个银行结算账户的管理协议的 管理协议 那么签这个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那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时候 银行应该向企业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核实开户意愿 留存相关的工作记录 那么核实开户意愿的时候 面对面视频的方式 根据当时这个客户的风险程度来进行选择 首先我们知道 现在开企业的银行存款 银行结算账户的时候 它是有可能不用到现场去的 就视频就可以的 这是第一个层次 但是 更为重要更容易出题的是 如果出现下列情况 那就不能视频了 要面签 并且在开户初期原则上不开 非贵民业务 后面还有其他的各种要求 关键是在这看面签 刚刚讲 本来可以面签也可以视频 但出现这两种情况 只能跟法定代表人面签 第一个 视频的时候 一问那法定代表人 80岁的老太太 对经营规模 业务背景 完全不清楚 或者这个单位 注册地 经营地都在异地 太异常了 那这种情况下 必须跟这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去面签账户管理协议 好紧接着 银行为存款人开通 非贵面转账业务 那种风险高的 最开始是不开通 非贵面业务的 但是能开通的时候 要签订协议 约定非贵面渠道 向非同名银行结算账户 支付账户转账的 日累计限额 笔数 年累计限额等等 超过限额和笔数的 就只能跑柜台 所以我们单位发生的一些 业务你要去考虑 别超限额 那你可以少跑一趟路 要超限额的话 就得跑银行 出纳也好 会计也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这个是否面签的问题 最近这些年 咱们这个地方考的也非常多 好往下走 预留签章 银行要存款人预留签章 给他制作卡片 你的原初出场什么样等等 他会有一个卡片 那我们在这里要掌握的是 如果我是单位 我在银行预留签章 应该是一套章 学过了票据法律制度 好理解吧 公的部分是原戳戳 公章财务章都允许 私的部分 也许是一个自然签名 也许是一个方戳戳 可以是原戳戳加王某某 可以是原戳戳加方戳戳 那么个人的话 就是签名或者盖章 二选一 跟票据那规定是一样的 关键是 我刚刚聊 在开户申请书当中 你可以加个小笔记进去 这是预留签章 刚才在递交开户申请书的时候 那开户申请书那张A4纸 下面盖什么出 工章加法定代表人到 这个私章或者是签名 授权代理人也行 但那会儿申请书上 唯一选择工章 预留签章的时候 他是可以预留财务章的 虽然都是不能合同章人事章 但这个只认工章 那个是工章或者财务章 注意对比 好 往下走 存款人在申请开立单位 银行结算账户时 其申请开立银行结算账户的名称 出具的开户证明文件上 记载的存款人名称 预留银行签章中的 工章或财务章的名称 这个要保持一致 但下列情况除外 你比如说 我还在验资阶段 那应该名称一致不了 因为一般那个名称 就会后面带一个某某公司成 这个不用去背他 有个印象就可以 还有预留签章 如果是属于可以依法使用 简称的 那么账户名称 考虑跟他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还有没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 去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那预留签章应该是 个体工商户字样 加上这个经营者的签字 或者盖章 个体工商户可以没有字号的呀 就以经营者姓名开立啊 但是你预留签章必须写 个体工商户 然后签字或者盖章 好这个就考得非常的细节了 真考过 所以我才会写 您再看第三章 或者说再看我们经济法基础 整个轻衣的内容的过程中 如果你觉得 这个东西太细了 怎么小黄老师也网上写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出题是真出过的 所以大家保持耐心 好我们看一下第六个题目 多项选择题 下来关于开立企业银行结算账户 办理事项的表述 正确的有 A 企业开通非贵面转账业务 要约定向非同名银行结算账户 或者支付账户的日累计限额 比数年累计限额 日累计限额要约定的 注册地经营地均在异地 那必须面签 不能授权他人带领 预留银行的签章 可以是财务章加法定代表人签名 这个是可以的 账户管理协议必须签 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 这是对的 所以是选择ACD 再来 没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 开立银行结算账户 他预留银行签章中 工章财务章 应该是个体工商户字样 加上这个经营总签字或改账 那正好打勾了 考得非常细 但是偶尔出现个别小题目 不要生还是能接受的 就不要出个大题 整个大题都慌的 那就麻烦 好不说了 接着看第三个点 是变更的总体要求 那变更 全款人变更账户的名称 单位负责人 主要负责人 从网总换成李总 或者这个地址要变化的 那考虑变更手续 那更改名称 但不改变银行及其账号的 好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埋了一个坑 实际上是 如果我们这个改变名称 是连账号一块改的 那就不是变更了 那是那边撤了账户之后 去其他地方新开户的一个过程 它会是一个撤销 以及新开立的过程 更改名称 我们必须是不改变账号 才叫变更 五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请 出具证明 如果是赞人发生变动的 领导变了 五个工作日内通知开户行 提供证明 但关键是 有些事项的变化 银行会主动关注 你比如说企业名称变了 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变了 那银行会主动通知企业 来办理变更手续 如果还没有来 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 要控制账户交易哦 说你这账户怎么动不了了 你有些变更事项没办呢 企业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 有效身份证件列明的 有效期限到了 就细到什么程度 你这营业执照到期了 或者你们单位法定代表人 刘总的身份证 有效期到了 都会来提醒你 及时更新的 不去更新 也没有正当理由 你这个账户就会 业务办理会受到影响 终止办理业务的 所以要及时办理变更 那么备案类账户的变更 他就是去报备就可以 如果是涉及核准类账户 开户许可证记载事项的 那么是变更的时候 要交回开户许可证 然后换发新的开户许可证 当然原来是核准类的 现在是备案类的 交回开户许可证之后 就不会给你换发了 因为已经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好不说了 看一下第八个例题 甲公司营业执照到期 经开户行提示后 合理期限内人为更新 也没有提出合理理由 开户行怎么办 那开户行会终止他办理业务 选择C选项 法定代表人变更 五个工作日内通知银行 提供证明办理账户的变更手续 对的 五个工作日变更这里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 撤销企业银行结算账户的总体规定 第一个把握的是 应当撤销账户的情形 首先谈到 如果企业被撤币解散 宣告破产或者关闭 撤销账户 注销被吊销影业执照 撤销账户 但是签止的话 一定要注意 需要改变开户行 才是撤销账户 在这边撤 去那边新开例 签止要是不需要 变更开户行的 它是不作为撤销去处理的 它是一个变更 不是个撤销 改变开户行 才谈这边开户行 账户撤销 去那边新开户 好 这是应当撤销账户的情形 咱们比较容易涉及 多项选择提到 那么撤销实现 看一下 存款人被撤币解散 宣告破产 关闭 注销或者被吊销营业执照 申请撤销的 它是五个工作日内 提出撤销银行 结算账户的申请 这些呢 大方向都是会导致 主体资格消灭的方向 那签止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转户 这个存款人 主体资格是没有消灭的 它只是换个掉 换个掉 你这边撤了 那边应该是在 10天内申请 重新开立基本存款账户 这种转户的情形 我们是不需要规定 它多少天内去撤销账户的 反倒需要规定 撤销完了 去新开户 要及时去新开户 所以主体资格没了 五个工作日内 如果是转户的 是直接撤 撤完了 10天内去重新开户 好 紧接着 办撤销账户的时候 有手续要求 首先要核对 存款余额 其次 要把各种空白票据 结算凭证交回 然后要是有开户许可证的 开户许可证要交回 备案类的话 它是撤销之后 由商业银行去账户管理系统里报备 先撤销后报备 好 那么核对 交回 或者是报备的问题 大家把握清楚 那么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的时候 有一个撤销顺序 说先撤销 小抽屉 基本户 零食户 把所有的资金归入 大抽屉之后 才能办理大抽屉 撤销 那么因为转户原因 撤销基本户的 还要答应一个 已开立银行 结算账户清单 交付企业 然后你去那边 建一个基本户 然后把小抽屉 跟它关联上 是这么一过程 紧接着 存款人如果还没有清场 开户银行债务的 不得撤销 该银行的结算账户 还清楚这家银行的钱了 这家银行的 所谓一般存款账户 才能撤销 然后 基本存款账户 才有可能撤销 先撤销小抽屉 再谈基本 这个大抽屉的撤销 好 对于按规定 应该撤销 而没有办理 销户手续的单位 银行结算账户 银行通知 该单位银行 结算账户的存款人 在发出 30天内 办理销户手续 否则的话 就要预期 未取专户管理 好 这个是 该及时撤销 不及时撤销的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往年考的 其实比较多 最近这些年 涉及的相对比较少 因为银行 结算账户 最近几年 这个备案制 还是核准制的问题 太心太热 看一下 假公司因为 长期进行不上 被宣告破产 撤户 最后撤什么 那当然是大抽屉了 选择递选项 好 如果是应撤没撤 那么通知 他在30天内来 办理销户 预期 要视同自愿销户 然后款项纳入 九旋位去 专户去管理 对吧 30天 C选择C选下 存款人要是 没有还清 开户行账户的 也能撤销 那不能 那这个 一般存款账户 要撤不了 你的基本存款账户 也撤不了